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換一些不一樣的 剛才我們聽到的都是木管的樂器 那現在呢 我們先來聽一個高音同管組的樂器 他們分別是小喇叭和法國浩 好 小喇叭 如果你的孩子有愛線 愛秀的特質 歡迎來報名小浩 因為小浩他永遠在樂團裡面都是在吹最大聲的 而且最好聽的獨奏都是他們在吹 那像國王一樣非常驕傲 那如果你的小孩呢 是比較低調 但是非常的有貴氣 而且非常的有內涵 那請他來學法國浩 因為法國浩是所有樂器裡面 音色非常的溫和 而且非常的有底欲 然後非常接近人聲的一個同管的樂器 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欣賞高音同管組的場面 要為我們帶來的表演 理政 敬禮 一 二 三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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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三 四 一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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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